说刘德华的布朗秘籍有三点 秘籍一 饮食要清淡 大量的青菜水果和海鲜 让它比一般男人15%的身体脂肪比例还要低 秘籍二 多运动 每天跑步拉筋 是华仔最固定的运动 演唱会或拍戏之前 还要进健身房强化训练 其实刚出道时 华仔曾有过婴儿肥 好在经过锻炼 练出了六块腹肌和傲人的倒三角身材 这也让歌迷们至今还津津乐道 秘籍三 好睡眠 华仔的睡眠品质一直非常好 每次睡眠都很沉 不常做梦 所以精神总是很好 精神好 心情也就好 这也是最好的布朗秘籍 怎么样 饮食清淡 保持锻炼 保障睡眠 这个就是布朗秘籍 这些我都是相反的 不光这些大伙都知道 吃好早餐也挺重要 华仔的早餐搭配很有规律 那就是每天必有一杯黑咖啡 再搭配一些什么 菠萝包啊 这个紫米饭团等等食物 主食是鱼虾 搭配生菜沙拉 对 如果说工作开夜车了 华仔就会补充一点水果跟坚果 不过演唱会期间呢 会另有营养师哈 依照他当时的健康体态来开菜单的 难怪楼招啊 20年未变 真会保养 我得向你好好学习了 其实我觉得最最重要的 就是华仔的意志力超强 绝对不破戒 所以各位亲 想要保救青春 打鱼晒网的日子就不能过了 长期坚持才是硬道理 请不含